大家好朋友们 15点53分了啊 发生在徐州啊 当然不仅仅是徐州的这些 令人发指的 十恶不赦的这些罪行啊 连这个中共啊 号称十大元帅里边的 应该是老十排名最末的 排名老九还是老十啊 反正一个是罗戎环 号称政治元帅 一个叶剑英号称花帅 叶剑英好像几乎没有直接 这个这个捅过兵啊 他主要做参谋工作 管他叫叶参座啊 叶剑英是名媒正娶了六个 又有三个年轻的陪着他 我是听总参的人亲口跟我说过 一对夫妇啊 这个在从山西回北京的 那个列车的软卧上 我跟他们聊过 这个叶剑英的孙女都发言了 都看不过去了啊 叶静子 叶静子呢 他的微博啊 他说他是星际啊 星际文化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叶静子 是不是叶静子啊 在那个紫禁城故宫的五门广场上 举行过一个盛大的婚礼吧 好像就是叶静子啊 这个叶剑英有个闺女 嫁给了一个弹钢琴的吧 弹钢琴的叫什么 刘诗坤吧 刘诗坤 是吧 后来俩人离婚了 因为文化大革命 叶剑英挨整 就切割了 后来这个刘诗坤 这不是又娶了一个年轻的 八十来岁了 又生一女儿吗 是吧 还有一个弹钢琴的一个女的 有名的叫鲍慧桥 是吧 他第一次婚姻嫁给了庄泽洞 是吧 推动中美 建立新的联系 乒乓外交的庄泽洞 生了俩女儿吧 不是俩女儿 一个儿子叫庄彪 一个女儿叫庄兰 好像是啊 这个弹钢琴的跟上层啊 跟政治 对吧 这属于上层建筑 文艺理论 文艺界 是吧 他是这个星际文化集团的董事长 叶静子 啊 还他搞了一个叫绿色大熊猫 环保论坛 他有4.6万个粉丝 不算太多啊 但是他说话了 他说 2月15号 封县的路就给封了 当然了 江苏方面 徐州方面 说这个路要维护 就不让你去了 就给你路给挡住了 看来大家的关注 已经给当地压力了 但我们希望看到的是 解决事情的方法 而不是强压之下 作秀 粉饰太平 哎 对了 那个有一个叫曾县子的吧 叫曾县直 曾县直 好像是曾国藩的弟弟 曾国权的孙女吧 那也是叶剑英其中一个老婆 还有一个叫威拱之的 姓威 威显的威 那也是叶剑英的其中一个老婆 我还真认识姓威的 一个河北保定 是李县呀 还是安国呀 就那边做皮衣的比较多 一个小伙子 在北京那个机械工业部 那个机械工业信息研究院 食堂啊 是这个库房管理员一个小伙子 后来回老家做买卖去了 既然已经是默认了的事实 想办法彻底解决问题吧 封县肯定只是冰山一角 这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存在这问题 南方也有 北方也有 哪都有啊 其他的呢 21世纪了 还存在这么原始的行为 人性去哪了 人性 没有人性 有党性 当年不是你爷爷他们造反 把中国的这个 这些传统的伦理 把这个农村的秩序 把地主 把这个绅士 把乡绅都杀了 把富农都杀了 把资本家的财产都抢了 对吧 这个社会的传统的伦理秩序 荡然无存 不是你爷爷他们吗 对吧 不是朱德 罗荣桓 叶剑英 对不对啊 这个聂荣贞 陈毅 邓小平 毛泽东 刘少奇 陶柱 贺龙 徐向前 不是这批人搞的吗 对吧 冤有头债有主 盐打哪闲的 醋打哪酸的 不是你们弄的吗 你们的爷爷辈 搞的这些东西吗 他奶奶就是曾县职啊 父亲是叶选宁 太子党的精神领袖 母亲叫林格 林格 澳门普京赌场的合伙人 他丈夫叫王晶阳 是国家副主席王震的长孙 哦 是这样的 那他们家这个背景可显赫啊 可显赫 哎呀 你看他们家要权力有权力 要钱有钱 全钱都有 典型的权贵啊 对吧 要什么有什么 他都看不过去了 对不对 当然他们家从那个体制当中 从共产党的山头当中 从这个江山 对吧 打江山做江山呀 他们已经领先在起跑线上了 老百姓有戏吗 是吧 你干的好 不如生的好 人家有好爹 好妈 好爷爷 好奶奶 对吧